大家好,我是西西里 炒芹菜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先焯水或者直接下锅炒 其实芹菜焯水以后营养特别容易流失 直接炒又不好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 炒出来的芹菜脆嫩入味营养不流失 首先我们准备把芹菜把芹菜叶子给它剪掉 芹菜叶子也不要扔可以留着煎饼或者煲汤吃 接下来把芹菜杆对半切开 这样我们在炒的时候比较容易入味 而且也比较容易熟 对半切开之后再把芹菜切成小段 芹菜富含丰富的上食纤维多吃也不怕长胖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撒上一勺食盐把芹菜腌制一下 这样可以去除芹菜的异味 而且炒出来的芹菜也会更加的入味 再下手把芹菜和食盐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之后放一边 研制五分钟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几朵甘木耳 加入热水浸泡一下 这回我们准备一根去皮的胡萝卜 把胡萝卜一分为二 再把胡萝卜切成厚片 再切成小条 加胡萝卜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配色也会更加的好看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准备一根大葱改刀切成薄片 再准备几颗大蒜也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一起装入碗中备用 接着准备一个碗打入三颗鸡蛋 再加入一小勺食盐调味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尽量的搅拌得细腻一些 然后放一边备用 五分钟之后再往芹菜中倒入清水 把芹菜给它抓洗一下 把食盐给它清洗掉 再控水捞出来 先放入盘中备用 这回我们的木耳也已经泡发好了 把木耳给它抓洗干净 多清洗几遍然后控水捞出来 先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锅里把水烧开 把胡萝卜放进来 木耳也放进来 把胡萝卜和木耳一起焯水一两分钟 焯好水之后控水捞出来 先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锅里倒入一些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鸡蛋液倒进来 鸡蛋的底部煎至定型之后 用场汁快速的划散 把鸡蛋给它划成小块 再把鸡蛋盛出来 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锅里再次热油 油热之后把葱蒜放进来炒香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长按一下点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葱蒜炒香之后把芹菜倒进来 再用大火把芹菜快速的翻炒 先把芹菜炒至断生 炒好之后把胡萝卜和木耳加进来 再一起翻炒 炒香之后把鸡蛋加进来 再把所有的食材一起翻炒一下 把所有食材的香味给它炒出来 炒香之后再进行调味 加入适量的食材 加入适量的食盐 少许的鸡精 一点点生抽 再快速的把芹菜翻炒入味 把调料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像这样一锅香喷喷的芹菜炒鸡蛋就做好了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闻着也是特别的香 芹菜搭配了木耳胡萝卜和鸡蛋营养特别的丰富 芹菜吃起来特别的鲜嫩 配菜也特别的好吃 芹菜没有经过焯水营养一点也不流失 而且吃起来脆嫩又入味 好吃又下饭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和转发哦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我们下期再见吧